3、2、1,请启动 由国际合作发展基金会发起的第二届发展创新永续实验竞赛 影响力先行者计划 在政大公企中心举办启动记者会 包括外交部、驻台大使以及多位代表都到场支持 邀请国内四部门伙伴踊跃提案参加 与友邦共同探寻商机共创财富 过去二十多年来国合会透过了农业、资通讯、工卫、医疗、教育 以及环境等多元的合作计划 协助我们的友邦以及友好的国家发展 不仅让台湾的贡献获得各界的肯定 更成为了外交部、敦目邦誼及推动国际参与 不可或缺的重要伙伴 我们希望以发展合作先行 产业合作接力的方式 携手我国的民间企业与团体 在协助回应我们伙伴国家的发展需求时 也能够将我国优势的创新产业技术 带入伙伴国家 国合会表示 第二届影响力先行者计划 特别以气候行动调试、生态及环境有序发展 弱势经济增能和绿色永续饮食四大主轴 鼓励台湾企业走出去和友邦共创无限商机 本届影响力先行者计划 曾如刚刚主命所提到的 不限于拉美 我们已经扩及到全球所有的友邦的计划 我们都欢迎 期盼旧与新资能够共相胜举 共同来促成更多的台湾的企业 在友邦投资 第二届影响力先行者计划 从即日起到10月14号截止报名 通过复选的团队将前往友邦实力考察 并微调该企业的产品与服务 以符合友邦需求 最后互选团队将会得到最高600万元的等额配对奖金 前往友邦落地执行计划 记者许超雄 台北超福报道